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韩国的动讲 韩国海军第一舰队在韩国东部海域实施了实弹海上机动演习 这次演习是为了纪念为守护西海北方界线而牺牲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 在朝鲜近期连日发起挑衅的背景下 韩国军队通过这次演习展示了强力反制的决心 实在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接下来让我们转到美国 看看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的最新动态 耶伦在佐治亚州参观了一家太阳能电池制造商 并表示下次访华将把中国产能过剩列为关键讨论议题 他对中国向全球输出产能过剩可能造成的市场扭曲表示的关切 这件事情看来是有点棋手 但也十分关键 毕竟涉及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经济韧性啊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最近的发言 他在与印度侨民交流时表示 印度绝不会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妥协 他强调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 关系的基础必须明确 对于印中关系 苏杰生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但印度在边境安全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看来印中之间的边境问题依然复杂且敏感啊 好了 这些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希望大家对这些国际大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韩国海军第一舰队在韩国东部海域实施了实弹海上激动演习 RFI法广 韩联社报道 纪念性方面 韩国军队的这次演习是为了纪念为守护西海北方界线 而牺牲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 另外朝鲜近期连日发起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军队要树立强力反制的必胜信念 3月27日 韩国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DDHI 普香号护卫舰FFG-2等十余艘海军舰艇 以及潜艇和战机参演 韩联社报道说 在演习中 第一舰队通过反潜实弹射击 小型无人机应对训练等 与作战环境和任务相符的高强度训练 确立了极客 强力 反制到底的作战态势 韩国第一舰队 在14年前天安舰被朝军击沉的时间 26日晚9022分 实施了反潜实弹射击 在第二次延平海战的交战时间 27日上午10时25分 实施了反舰实弹射击 耶伦 下次访华将把中国产能过剩 列为关键讨论议题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星期三 3月27日在佐治亚州参观一家 因得益于通胀削减法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而准备重新开业的美国绿色能源公司 并发表讲话时 对中国向全球输出产能过剩 可能造成的市场扭曲 表达了关切 他说 他打算在他再次访华期间 把这个问题作为关键的讨论一题 财政部长耶伦 星期三下午 参观了美国太阳能电池制造商 苏尼瓦·Saniva 在佐治亚州诺克罗斯的一个工厂 他在随后发表的讲话中 重点阐述了 乔·拜登 周拜登 总统的经济议程 包括通胀削减法 是如何正在降低 美国消费者的能源成本 推动战略性产业的增长 加强美国的经济安全 以及在加速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 创造经济机会 耶伦说 拜登政府在投资美国的同时 也在密切关注来自国外的 不仅对美国 而且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的压力 以尽可能保护美国产业 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 他说 他尤其关注在中国看到的产能过剩 尤其是在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等新产业 所产生的全球溢出效应 过去 在钢驴等产业 中国政府的扶持 导致大量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中国企业希望以压低的价格 将它们出口到国外 这么做 维持了中国的生产和就业 但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产业萎缩 现在 我们在太阳能电动汽车和锂离子电池 这些新产业里看到了多度的产能建设 他说 受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 最近几年出现急剧放缓 疫情过后 经济复苏仍然乏力 在北京 推动新的增长驱动力 即包括电动汽车和电池在内的 被称为三星经济产业之际 人们对这些领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 感到不安 中国的产能过剩损害美国以及全球的工人和企业 叶伦说中国向全球输出产能过剩不仅影响到美国 而且也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经济韧性 中国的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 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 也损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 他说 个别企业面临的挑战可能导致供应链集中 从而对全球经济韧性产生负面影响 他补充说 他越来越多地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官员 以及全球商界那里听到这些担忧 这位美国财长表示 对拜登总统和他来说 重要的是美国企业和工人能够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 耶伦计划访华时向中方重点讨论产能过剩问题 他说 美方在之前与中国的讨论中提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他计划在他再次访华期间把这个问题做出讨论的一个关键议题 我会表达我的想法 即产能过剩不仅对美国工人和企业以及全球经济构成风险 而且对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和增长也构成风险 正像中国自己在本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承认的那样 我将敦促我的中国同行采取必要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耶伦在讲话中说 耶伦去年7月访问中国时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中方罕见地安排他与多位负责财经问题的高层官员会晤 包括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已经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 耶伦在讲话中未提及他下次访华的具体日期和安排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报道 原已没有透露姓名的两位行政当局官员的话说 耶伦将在4月初访问中国 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他4月初访华的行程包括广州和北京 美国财政部没有回复美国之音提出的 有关耶伦核实访华的问询 美中经济工作组今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 美国财政部当时表示 美国官员坦率地提出了关切问题 包括中国产业政策做法和产能过剩 以及因此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影响 中国驻美大使馆 中美双方在经贸问题上一直有沟通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 没有直接回答美国之音有关耶伦访华具体行程 以及中方对这次访问有何期待的问题 但重申 美中双方在经贸问题上一直保持沟通 这位发言人星期二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 具体问题建议向主管部门了解 中美一直就经贸问题保持着沟通 两国财经团队继续就宏观经济政策 经贸等问题展开对话协调 拜登政府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产生成效 耶伦这次参观苏尼瓦 是因为该公司是拜登政府的产业投资 如何振兴陷入困境的公司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家公司是最早在北美开业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之一 但大量廉价太阳能产品的涌入 导致它在2017年关闭了在诺克罗斯的工厂 然而部分由于通胀削减法 对本土清洁能源制造业的激励措施 以及在新的清洁能源项目中使用美国生产的组件 苏尼瓦将在今后几周内重启太阳能电池的生产 耶伦在讲话中说 私营部门正在对拜登政府 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和激励措施做出反应 他提到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美国的公司已宣布在清洁能源和制造业方面 投资超过6,750亿美元 并不断创新 以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他说 这些投资正在对能源生产带来显著影响 他指出 2023年美国电网新增发电量的一半以上来自太阳能 这是80年来可再生能源首次在新增发电量中占多数 这意味着更大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 这是我们在实现气候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他说 美国之音外是记者 音外长谈印中关系现状 绝不会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妥协 RFI法广 苏杰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他说与印度侨民交流时回答有关印中关系现状的问题是说 我对印度人民的首要职责是确保边境安全 在这一点上我绝不妥协 他表示 每个国家都希望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 谁不想呢 但每一种关系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 苏杰生谈到 我们仍在与中方谈判 我和我的对等官员谈过 我们不时会面 我们的军事指挥官相互谈判 但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有一条实际控制线 我们的传统是不把军队带到这条线上 我们两军双方的基地都在一定距离之外 那是我们传统的部署地点 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常态 苏杰生说 因此 我们印中在部队部署方面恢复的正常状态 将是未来关系的基础 对此 我们对中方非常非常坦诚 他说 就中国而言 由于各种原因 包括双方存在边界争端这一事实 两国关系一直很艰难 苏杰生提到 但是 尽管多年来存在边界争端 我们实际上还是建立了实质性的关系 因为我们同意 虽然我们会就边界争端进行谈判 但我们双方都同意 我们不会把大批士兵带到边界 我们绝不会出现暴力和流血的情况 恰恰相反 他指出 这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谅解 实际上体现在多项协议中 这些协议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 在此基础上 印中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了进展 苏杰生说 现在 不幸的是 由于我们仍不清楚的原因 这些协议在2020年被破坏了 事实上 我们在边境发生了暴力和流血事件 2020年6月 中印两国在加尔万山谷发生致命冲突 标志着双方40多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 此后两国关系急剧下滑 此前 苏杰生23日在访问新加坡期间 重申了印方在阿鲁纳切尔邦 中国称藏南地区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 苏杰生说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 中国已经提出了主权要求 并不断扩大 这些主张从一开始就很荒谬 到当今仍然很荒谬 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 因为它是印度的一部分 而不是因为其他国家说它是印度的一部分 因此 我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和一致的 这也将是正在进行的边界讨论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日回应称 中印边界从未划定 分为东 中 西段和西金段 东段藏南地区一直是中国领土 在印度非法侵占前 中国一直对藏南地区行使有效行政管辖 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否定 1987年 印度在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上设立所谓阿鲁纳切尔邦 中方当时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 强调印方辞取非法无效 中方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调查人员在撞毁巴尔迪摩大桥的货船上找到黑匣子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联邦安全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已经从撞上巴尔迪摩大桥的货船上找到了记录数据的黑匣子 与此同时 潜水员周三 三月二十七日继续搜寻桥梁倒塌时 坠入帕塔普斯科河的六名工人的遗体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的调查人员 希望该数据箱能够帮助解答以下问题 为什么大理号货船在周二凌晨的黑暗中 起航前往斯里兰卡后不久就失去动力 然后在几分钟后撞上了弗朗西斯 斯科特 基大桥 Francis Scott P Bridge的两个主要支撑柱之一 该委员会主席詹妮福 霍曼迪 Jennifer Holmandy表示 调查人员还计划约谈船员 他们在与大桥相撞前不久发出紧急呼叫 这一警告让警察和交通运输官员有时间阻止驾车者驶上大桥的两端 来自墨西哥和几个中美洲国家的工人一直在桥上填补路坑 这座大桥是美国东海岸主要高速公路的一个环节 倒塌桥梁的大部分落在货轮的船头顶部 但清理碎片的工作尚未开始 马里兰州警察罗兰 巴特勒 Roland Butler告诉美国媒体 救援人员不知道落入寒冷海水的六名工人的遗体在哪里 但他表示 我们打算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家庭获得宽慰 巴尔迪摩市消防队长詹姆斯 华莱士 James Wallace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当地州和联邦的潜水队将于周三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水下测绘 这场灾难迫使美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马里兰州巴尔地摩港关闭 进出该市的船舶货运以及邮轮度假都停止了 美国运输部长皮特·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表示 关闭该港口将对供应链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根据港口数据 巴尔地摩港处理的汽车货运量 比美国任何其他港口都多 2022年超过75万辆汽车 总统乔·拜登·周·拜登周二发誓将尽快重建大桥 联邦政府将支付费用 但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新桥可能至少需要一年才能竣工 马里兰州州长维斯·摩尔·威斯莫尔表示 在周二晚上天黑之前 结束对失踪工人的救援工作是这个充满挑战的一天的 真正令人心碎的尾声 州长表示 联邦 州和地方各级当局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 寻找他们的遗骸 威地马拉外交部周二晚间发表声明称 其中两名工人是威地马拉国民 一名来自佩腾地区的26岁工人 和一名来自齐吉姆拉地区的35岁工人 一家为巴尔迪摩移民社区提供服务的非盈利组织表示 其中一名失踪工人来自萨尔瓦多 已在马里兰州生活了19年 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 新闻媒体确认其他工人来自墨西哥和洪都拉斯 代表负责操纵海船行驶方向的工人的 美国领航员协会American Pilots Association 执行董事克莱·戴蒙德·克雷·丹曼表示 这艘悬挂新加坡旗的大理号集装箱船 在碰撞发生前几分钟 发动机和电力完全瘫痪 视频显示 大理号与支撑柱相撞后 大桥迅速坠入河中 该船宽48米 长300米 满载货物集装箱 大理号管理方Synergy海事集团Synergy Marine Group 发表声明称 船上20名船员和两名马里兰州港口领航员 均已安全找到 船上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称 去年在智利一个港口对大理号进行的检查发现 该船存在与推进和辅助机械相关的缺陷 6月27日在圣安东尼奥港进行的检查指出 问题涉及仪表和温度计 但后来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缺陷 新加坡海市及港务局Maritime Import Authority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船去年6月和9月通过了两次单独的外国港口检查 该机构表示 在6月份的检查后 有故障的燃油压力表 在该船离开港口之前已得到纠正 拥有47年历史 全长2.5公里的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 是环绕巴尔迪摩市的洲际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环节 拜登表示 通常一天有3万辆汽车通过这一大桥 这座大桥以星条旗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的作者 弗朗西斯·斯科特 及Francis Scott P命名 1812年 英美两国爆发战争 1814年 弗朗西斯·斯科特 及亲眼目睹英军炮击巴尔迪摩的美军要塞 他被守军的顽强所鼓舞 写下了星条旗这首诗 这首诗后来被谱上去 最终成为美国的国歌 荷兰首相防北京时向习近平提出了网络间谍活动问题 美国之音中文网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r表示 他在周三 3月27日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 讨论了荷兰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事件 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MIVD上个月表示 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间谍去年进入了荷兰军事网络 称这是中国针对荷兰及其盟国的政治间谍活动趋势的一部分 这是荷兰首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归咎于中国 目前两国之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 两国还因限制荷兰巨头阿斯麦ASML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半导体设备而发生争执 北京一贯否认有关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 并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 美国和英国官员周一提出指控并实施了制裁 并指责北京进行了全面的网络间谍活动 据称网络间谍活动袭击了数百万人 包括议员、学者和记者 以及包括国防承包商在内的公司 当然,我们讨论所有棘手的话题 包括网络攻击 旅特在北京会谈后告诉记者 当然,荷兰已经非常公开地将其归咎于中国 这是对荷兰国防部的袭击 我们的军事情报和安全局已经确定并归咎于中国 所以是的,当然,我讨论了这个问题 随着西方情报机构越来越多地 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活动发出警告 北京与西方国家之间在网络间谍活动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一直在加剧 近年来,中国也开始提出其所称的西方黑客行动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报道 德国萨克森州政府部伸援手太阳能组建生产厂关门 RFI法广 瑞士太阳能制造商梅耶伯格发言人表示 关闭了在萨克森州的工厂 周二,约有500名员工被解雇 超过400人将因此失业 其他人则获得了瑞士集团其他公司的合同 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 财政部长林德纳拒绝了所谓的弹性奖金 该奖金旨在保护面临压力的欧洲制造商 林德纳说 太阳能发电的扩张以及该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得到支持 这应该足够了 林德纳于周日晚间重申 她拒绝为国内太阳能行业提供巨额补贴 由于来自中国廉价太阳能组建的激烈竞争 梅耶伯格公司去年出现巨额亏损 自3月中旬以来 该集团在弗莱贝格的工厂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据该公司消息 位于弗莱贝格的工厂是欧洲最大的太阳能组建生产公司 由绿党领导的德国联邦经济部对关闭工厂的消息表示失望 经济国务秘书麦克尔·凯尔纳表示 来自弗莱贝格的消息令人沮丧 人们意识到 德国太阳能公司面临严峻局势 这位绿党政治家承诺不会松懈 并将在欧盟层面寻求其他融资机会 他还表示 德国政府正在使用各种手段和调整螺丝 来加强德国和欧洲的生产能力 欧洲国家援助法尤其有其适用范围 德国联邦议院绿党议会党团领袖德罗格 呼吁联盟伙伴社民党和自民党 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行动 他向德新社表示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正以廉价太阳能组建充斥市场 欧洲的生产必须受到保护 对传统的弗莱贝格工厂 以及德国东部太阳能行业来说 工厂的关闭带来第二次重大挫折 2018年 德国曾经最大的太阳能组建制造商 Solar World最终申请破产 并关闭了拥有约600名员工的弗莱贝格工厂 当梅耶伯格于2021年开始生产组建 并在前Solar World的工厂里开始新的生产时 新的希望出现了 但现在 这希望又破灭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